潘月明开红色小跑抢眼会友吃日料 街边聊天 日前潘月明出现在东四环附近一家日本料理餐厅 潘月明当天心情不错和几位朋友尽情享受着日本美食 然而或许是太过专注享受美食 潘月明和朋友们居然忘记了畅聊的重要性 离开餐厅后潘月明和一位朋友在停车场附近聊了很久 快要赶上一顿饭的时间了 潘月明身着牛仔裤和斑点西服 耳朵上戴着耳钉 头上戴着发卡 皮肤晒黑了些 使得抬头纹看起来非常明显 终于聊爽了之后 潘月明驾驶着艳红色的小跑车 离开了 腾讯娱乐独家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